深海一号二级工程全面投产之后 深海一号大气田天然气年产量 将由现在的30亿立方米提升至45亿立方米 大幅提升深海一号大气田 为粤港澳大湾区供应天然气的能力 深海一号大气田是我国首个自主勘探开发的 千亿方超深水大气田 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 深海一号二级工程距离深海一号能源站约70公里 区域水深近千米 二级工程共部署12口开发井 新建包括一座综合处理平台 一组海底管线 一套水下生产系统等13项重点设施 深海一号二级工程创新水下生产系统 加潜水导管架平台 加深水半潜式平台远程操控系统 油气开发模式 采用智能联控数据共享设计方案 由深海一号能源站对汽田水下生产系统 实施远程操控 锁采油气通过海底回溯管道 输送至位于潜水区域的现有海上平台 和新建生产辅助平台进行处理 最大限度降低开发成本 二期锁采油气由深海一号能源站远程操控 处理后的天然气经管道输送到广东珠海的天然气接收终端 供应粤港澳大湾区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的开发 使深海一号大气田天然气储量增加约500亿立方米 达到1500亿立方米 项目带动国产燃气特别发电机 大功率热介质锅楼 1500米超深水静态其耐烂的研发应用 初步形成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装备的创新产业链 推动相关领域前技术落地应用 为更好的开发利用深海油气资源奠定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